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处处弥漫着功夫的气息 不说别的 就连这普普通通的猪蹄 佛山人都对它用上了功夫 您见过五花大榜的猪蹄吗 别说榜的还挺好看 跟那小稻草人似的 这个就是佛山三百多年历史的名吃 叫做扎猪蹄 这厨的手艺还真棒 您看看绑的 这叫一个结实 别说是死猪了 连活猪都光想跑 您说这个佛山厨师跟这猪蹄多的仇啊 给绑成这样了 佛山人之所以对一只猪蹄下这么大的功夫 那是大有文章的 首先您仔细看这可怜的猪蹄 在层层捆绑的绳索背后 是不是有点不同寻常的地方呢 没错 这是一只被掏空了 然后又被添满的猪蹄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假猪蹄 那么这只被掉了包的猪蹄 究竟遭遇过什么样的离奇经历呢 全国的观众朋友 大家中午好 欢迎来到云南卫视 每天中午十二点为您精彩呈现的 精心啤酒旅游新时空 我是主持人秦梅 在很早以前呢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新闻 新闻的这个标题啊是一句 吃猪蹄将其又下树 诶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呢是在某地啊 一位妇女她爬到了树上 在上边啊不孤也不闹 但是呢她也不下来 好多百姓呢都在周围围观 就警察也来了 百般劝说啊也没有用 这妇女的丈夫呢后来也来了 说了半天还是没有用 逼了没辙了 这丈夫顺口就说了一句 你下来吧 我给你买猪蹄去 诶 结果啊 树上这位大姐她就给下来 诶 说到这儿 我们姑且不说这两口子为什么吵架 但是相信这个猪蹄的滋味 读了这个故事之后呢 我们也会有个全新的认识 没想到猪蹄有那么大的魅力 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猪蹄 它也一样 相信一定会让大家颠覆 所有以往对于猪蹄的认识 诶 是什么认识呢 我们来看片子 一只猪蹄的奇遇 一只白白嫩嫩的肥猪蹄落到了佛山人手里 他们会用利刀从正面 自上而下 插一条口子 然后将腿骨剃出来 当然了 圆满完成这项任务的前提条件 是绝对不能将猪蹄给刺破了 贴完了的猪蹄必须是完完整整的一张蹄 就这个过程啊 看似简单 其实里边蕴含着很深的功夫 这个时间真的挺快的 我还想象这个事 应该挺麻烦的一件事 在师傅手里面 两分钟 就剩皮了 您练了多少日子啊 二十多年啊 师傅 您说我要能练到您这程度 大概得多少日子啊 大概是一年左右 一年 一年多才能练成 那得浪费多少猪蹄呢 只剩一张皮的猪蹄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日子更加不好过 因为他们还将遭受到 如此残酷的待遇 这真是五花大绑 给这猪蹄绑下来了 再绑 接着绑 披着一张皮的空猪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会和这样的一摞肉片结合 佛山人就像穿鞋似的 会把腌制好的精瘦肉片 麻好了 塞到猪蹄里 然后用一种韧性很好的水草 将它们五花大绑 不过这绑的过程 着实看着让人呢 有点心酸 您说这猪蹄 招谁惹谁了 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酷刑呢 您说这个古人他是怎么琢磨的 其实我告诉您 这个在几百年前发明的那位 于老先生 当时是为了会过日子 是吧 省钱 他是卖猪肉的 剩下这些碎肉怎么办呀 他就把这个灌到猪蹄里面了 所以流传下来 但是今天灌的不是碎肉啊 我们看全都是一级的精肉 才留下这样美食 谢谢于老先生 被五花大绑的猪蹄 接下来就该接受洗礼了 佛山人会用一种芦水 将它们煮上四个小时 然后捞上来 剪开绳索 重新绑一遍 然后再煮 正是因为扎猪蹄的制作工艺复杂 即便是熟练的老师傅 一天最多也只能做二十多个 所以什么叫功夫 这就是佛山人 在一只猪蹄上下的功夫 为了对得起这功夫 有人就给扎猪蹄 起了另外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得心应手 这个佛山扎猪蹄啊 流传到今天 应该说更受大家欢迎了 为什么 人家名字好 寓意也漂亮 得心应手 尤其是这个做买卖的 谈恋爱的都爱吃的 您想啊 吃完了它 在这个商界 那是得心应手 夫妻俩人 或者说谈恋爱的俩人 情投意合 得心应手 这个寓意特别的棒 而且人说 你看绑上这个猪蹄的模样啊 这姑娘只要吃了 那这心就被你牢牢的绑住了 更多回忆 都回忆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这扎猪蹄吃的时候啊 人家就是把它切成片 然后呢 蘸着这汁吃 别说 这口感还真的挺特别的 这皮吧 特别有嚼劲 那个肉呢 是越嚼越香 它不光有这个 精瘦肉的香味 还带着一点甜味 可是一点都不腻啊 蘸这个料汁吃 越吃越香 在佛山做扎猪蹄 最正宗的老店 就是这家 德心斋 几百年的时光 没有改变一只猪蹄 在佛山的奇遇 同样几百年的岁月 也没有改变 一个园子的神奇 清辉园的怪事 在佛山 有一个神秘的大宅子 叫清辉园 作为广东四大名园的他 虽说从明朝到清朝 换了好几任主人 但是这里边的稀奇事 却是越来越多 在这个清辉园里面 有一座神池 就是它 特别的神奇 人家说哪神呢 关键是这水特神 甭管是这个旱季 或者雨季啊 池子里的水 这么一百多年了 水位从来没变过 我还看了一下 在边上 全是那种大石头垒的 有很多的石头缝 可是这为什么 水位永远保持在这儿 这别说我了 连专家都没考察出来呢 但是确实挺神的 神奇 说来也是 这么多的大石头缝 愣是没让池子里边的水流走 这究竟原因何在呢 而且旱季雨季 也丝毫改变不了它的水位 这也是没有道理的事啊 您先别着急啊 皱眉头思考 接下来这个物件 更是能让您佩服清徽园的奇妙之处 要说这个玻璃啊 现在咱们看来不算什么稀罕物件 但是在清朝那会儿 这玻璃可是好东西 哎 这当地有身份 有钱的人 家里要没两块玻璃 那都算不上是顶尖的人物 这个龙老爷 也就是清徽园的原主啊 在当时的时候 也算是当地的附身 所以人家家不光有玻璃 还有一种很神奇的玻璃 说号称啊 看见这玻璃 能瞧见这园中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美景 就是它 百变玻璃 通过几块玻璃 就能看见一年四季的美景 这是玻璃吗 怎么听着有点像现代的电视啊 如此奇妙的事情 难道说在清朝就发生了吗 清徽园的神奇玻璃 就是这四块红黄蓝绿的彩色玻璃 如果您抱着怀疑的态度 趴上去这么一瞧 嘿 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了 别说 通过这绿的往外一看 这个外面全都是生机勃勃 那种翠绿翠绿的 很像春天的感觉 看着外面一片红味 这就是火辣辣的夏天 金黄色 丰收的季节 秋天 别说 通过这篮子往外看 这白茫茫的一片就跟刚下过雪似的 冬天 有点意思啊 真没想到 这清朝的有钱人还挺会自娱自乐的 不过甭管怎么说 在那个时候 我们相信这四块玻璃 肯定是清徽园里最让人自豪的物件 其实同样让佛山人自豪的东西 还有很多 比如还是在清朝那户 佛山又发生了一件影响至今的大事 那就是诞生了双皮奶 牛奶的摇身一变 这双皮奶啊 是广东的名小吃 但是您一定不知道 这双皮奶最正宗的在哪啊 我告诉你 佛山顺多 就像我今天来这家老店 人信老铺 人家已经经营了一百多年双皮奶 老板很自豪的跟我说 只要是地球藏生产双皮奶的地方 那手艺都是从我们这儿学出去的 太了不起了 今天得尝尝这正宗的双皮奶 可是我一直挺纳闷的 您说这双皮奶以前我也吃过啊 它就上面这一层皮 为什么叫双皮奶呢 这最正宗的双皮奶的味道 我尝到了 其实以前我也吃过双皮奶 味道也很棒 但是呢 没有那层皮的感觉 今天我吃到那种感觉了 这个水牛奶的味道啊 确确实实 非常的浓郁 再加上里面 飘着那种鸡蛋的香味 哎 入口是甜的 感觉那个口感啊 像豆腐脑 特别好吃 佛山人有功夫 创造出了双皮奶 佛山人更有功夫 创造出了渣猪蹄 其实甭管是真功夫 还是闲功夫 佛山人都创造出了 各种各样的好功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说呀 我们走过的地方可不少了 拍过的瀑布 那也是不据其数 但是这样的瀑布 说实话 我真是头一回见 连做梦都没见过这样的瀑布 这怎么回事 用一万多个马桶 挂在这个墙上 形成那种迷瀑布 可是你说这有点太浪费了吧 就说这盛展陶瓷 你也不能这么糟惊东西 您别担心 人家这属于废物利用 因为在这扇墙的后面 原来是一个陶瓷场 这些马桶全都是赐品 没法用的 其实扔了又可惜 怎么办呀 你就坐上这瀑布了 我相信 每个人到这肯定很震撼 而且大家的感受都不一样 我的感受 反正赶紧照上相 然后去搜索 看到这样的马桶瀑布 我们感觉佛山人真的是太有想法了 也太有功夫了 是他们让隐蔽在厕所里的马桶重建天日 是他们让平凡的马桶成为了受到瞩目的明星 其实在这里改变自己命运的不光有马桶 还有这些洗手池 马桶和洗手池 以前的家叫卫生间 现在在这儿 他们的家叫做南风古灶景区 所谓南风古灶 是一座建于明朝正德年间的龙窑 这座造型像龙的古窑 目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保存最完好的 而且延续使用至今的柴烧龙窑 在这个南风古灶景区里 我们不仅能看到500多年前的古窑 甚至还能亲身体验这种纯手工的制陶工艺 不过即使面对这么好玩的东西 路遥竟然也不为之所动 非要吵着给师傅登车 知道为什么我要要求踩这个吗 我跟您说 我都听上说了 在咱们佛山有一位武术家 叫黄飞鸿 当年这黄飞鸿练成什么 这儿最厉害 叫佛山无影角 怎么练的呀 给一个特写 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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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这个日久成功啊 这一天你想啊 就这要是做个百八十个的陶翼 这腿得跟这儿登好几个小时 那绝对是功夫 所以后来这腿是越踢越快 让您都看不清楚 他什么时候发的招 其实关于黄飞鸿无影角的这个传说 肯定是个玩笑 但是就登车这个工种的辛苦 路遥可是体会的很深刻 所以什么行的都会有不为人知的功夫 师父 师父 我这腿快抽筋了 师父 我不会把这房梁转塌了吧 师父 您快获得了吗 师父 师父 咱还有多少订单呀 这要一天做一俩瓶子 我还凑合 您要接一批佛 我这大胯飞甩下来不可 就登车这功夫 估计路遥以后是不会再练了 但是在佛山 我又给您寻找到了另外一样好东西 这俗话说的好啊 行万里路 他就能多知道好多事 这后半句是我自己家的 但是到了那个佛山顺德呀 我还真多认识俩字 就是这俩字 它呀是广东的一样名小痴 非常的有名 我相信好多人看上都眼神 它的正音应该叫做崩沙 通过这字形你也能看得出来 全都带着一个虫字边 所以这样小吃 跟这昆虫有关系 崩沙在佛山话里面 那就是蝴蝶的意思 哎呦 您说这蝴蝶它怎么吃啊 蝴蝶作为一种美丽的昆虫 估计全世界人民都会认为 它是不能吃的 但是遍布于佛山大街小巷的崩沙殿 却好像泄露了一个秘密 难道佛山人竟然连蝴蝶都敢吃吗 要想解开这个疑问 咱们干脆直接到他们的后厨去看看 这看来看去的好像是一种面点呢 哪有蝴蝶呀 不过您看这面点的形状 倒是跟蝴蝶有几分相似 事实上佛山人的崩沙 其实就是一种油炸面石 距今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因为形似蝴蝶所以得名 哎呦这崩沙太形象了 您看看 这不是就跟那蝴蝶一样吗 而且老先生还告诉我了 这崩沙呀保存时间比较长 一百八十天也就是六个月的时间都不会坏 这个更关键的一点 就是这崩沙它不用趁热吃 凉了也好吃 但是今天既然有这个机会 我还是趁热尝尝吧 是吧 走 老先生 非常的 酥脆 而且这崩沙虽然是形容那蝴蝶的形状 我觉得也可以形容它的口感 什么意思 就是一咬啊 它挺硬的 但是很脆 崩 崩你牙一下 然后呢 这到嘴里面是很酥软的 就像豆沙的感觉 甜咸口的 真香 作为一道名吃李喜记崩沙 曾经是很多广东人童年时代的一个记忆 它留在人们童年记忆里的不只是欢乐 还有那份伴随一生的味道 现在但凡到佛山顺德旅游的人 都要购买两三盒大梁崩沙 馈赠亲友 其实在佛山 您不光能吃到名字奇怪的美食 甚至还能到这样一个诡异的地方游历一番 看得我这脚是发软啊 有点从楼上往下看的感觉 因为这个水啊特别的清澈 所以这一眼从上面就能看到底下三十米的位置 曾经啊 有一个潜水爱好者到这地方 他特别细心的发现 就在这个水下深十米左右的位置 有一个黑洞 他就琢磨 这黑洞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可是他自己不敢下去 后来呢忍不住啊 还是找了一个专业的潜水队 到这儿进入这个黑洞 这不进去还好 一进去 在佛山的西桥山景区里 有这么一个名字叫做石燕岩的石洞 如果坐船走到这个洞里 您就会有一些奇怪的发现 你看 特别明显的一个打凉 你看到了吗 石凉 看得太清楚了 哎呦 可是看到我心里怎么这发毛啊 实话告诉您 还真不是我们刻意营造气的 在这样一个幽深的石洞里 再加上这样蓝绿色的水面 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感 莫名其妙地笼罩着全身 这个地方呢水特别的凉 而且呢 您看现在夏天 这里面洞里面温度也是很舒适的 可是啊 咱们这天天在这儿 划船的大哥说了 这我一个年子之后 都不敢在这里面游泳 善的 确实这跟水性没有关系 关键是心里受不了 那么这神秘的水下 到底隐藏着什么呢 接下来的一段视频 就能让谜底揭开 话说当年的专业潜水队员 下水之后 在幽深的水底 竟然发现了这样一些场景 铺好的石台筋 马放整齐的石板 木质的柱子 喝水的碗 甚至有点油灯的灯台 难道这水底下曾经住过人吗 但是怎么可能有人生活在水下 而且在水底点油灯呢 经过科学家的周密探测 原来这石燕岩 曾经是古代的一个大型采石厂 但是关于它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 又是什么原因被淹的 竟然在任何石料上都没有记载 不过也正是遭到水淹 才完整地保留了这样一个古代的遗址 紧张地游厕完石燕岩景区之后 在佛山还有一个非常田园的地方 等着您放松 其实现在咱北京周边的乡村友也挺多的 但是在佛山人家做的可是另有一番功夫 我觉得这个长路农庄建的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很多小细节地方让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而且呢 您看边上建这房子 感觉就是在浦浦东的农家里一样 我带您进来看看 咱们这里的这个农家房 全都是建在湖边上 而且这门口还特有意思 一片自留地儿 想吃什么 您摘点直接拿到厨房 人还给您做 早上起来那种感觉是最好的 今天早上起来 我睡醒以后一推开窗户 看到的满眼就是鸽子 还有这个天鹅 这就是我家的私人小码头 怎么样 在这儿直鸽干不错吧 佛山的长路农庄 很像是地道的农家 又很像是秀美的公园 在这个佛山人很下功夫建造的世外桃源里 您可以忘却一切烦恼 简简单单的享受佛山的独特优先 这段时间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看完了之后呢 也心痒痒的很想出去旅游 其实现在呢也到春天了 天气也一天比一天暖和了 我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 最好可以全家出游 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心情 好了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还是希望各位在每天中午12点 多锁定云南内视 关注金星啤酒旅游新时空 每天我们都会有更加精彩的旅程要奉上 好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